Hello,大家好,我是三浦,晚上又和大家做三浦论证,可能只是夜12点,但不要紧的,我们继续和大家讲今天的题目,今天都讲少少关于刘世良案,希望大家拒绝遗忘伸张正义,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不是伸张我的正义,是伸张一个基本上一个很合理真实的一个情况,这个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我也都不希望大家会淡忘这些东西,我曾经讲过赛天访案成几十集,我都不希望有一天我都会讲刘世良几十集,但是有些东西就是说,当一些事未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说水落石出,就是说赛天访案和刘世良的分别是什么呢,赛天访案是有很多东西未水落石出,水好深, 是事实上都未搞清楚,并不是说是一个犯罪事实,哪个时刻,哪个人做过什么事都搞清楚的, 刘世良案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事实已经搞清楚了,即使不搞清楚的事实,不影响到对于侵权的判断, 可能在证据方面,容有不足,但常理上面可以作合理的怀疑,但对于侵权已经达到相当清晰的一个情况,侵权不需要证明什么? 对于侵权或欺骗,重点在于有没有经过陈翘的授权,而他说有吗?事实上无从证明,而疑点在民事的法律之下,是归于要举证证明的一方,这点是很清晰的, 我想这些是得到绝大多数香港的一些评论人,或者一些KOL,你们俗称一下,的一些说法是支持这个观点,当然也都有不同的意见的,OK?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大家这个时间希望要搞清楚一些事情,很简短地回应一些事情,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做过度人生, 第一,我呼吁有更多品格证人,能够出来证明乔叔的人格,这一点我想已经得到很多方面的证明了, 由公开表白的一个,就是通过消失的档案的专业,比如说记协的前主席陈以兰,也都讲到有关的股市, 你看到是,比如说,其他的人士都有说,我真的不能进入这么多,黄勤大,是不是?老先生,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讲, 我希望Emily Love,刘慧卿也有说过,程翔,她也有说关于这个刘世良特不善, 这些这样的说法,我想大家坐下坐下,是越滚越大的了, 那你说,我们不可以数珠多数的,我们要讲道理的,道理我也是通过前几个节目, 已经摊出来讲了,那我今天说什么呢?就是说,还要follow些什么? 我再清晰说一次,我是不能代表陈翔家属说话,我不是他的代表律师, in any sense,不是,但,我们看到,家属由始终没有索取过任何的赔偿,他要的是道歉, 道歉,道歉,道歉就是说,侵权,和,无灭,陈翔,贪钱,或者乔家贪,就是陈家贪钱, 这个使用是非同小可的,第二,消除影响,将有关的书停止出售, 停止出版,停止发行,停止宣传,销毁 如果有人要退货的话,要退货之后销毁 你要赔偿那些人的买金 第三,当然就是说将你已经得到的不当得利 得到的收益,撥捐一个双方应可合理的一个 慈善机构,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家 不会有vested interest in conversation 这个就可以了 我想这个达成这个协谋协议的话 大家清楚,责任是很清楚 所以你要承认责任,要道歉 不是说,好像在24分钟的片音说 我封一封礼事给你,你想多少 用这样的轻挑态度来说话 你要我认责任,我偷东西和欺责东西 我不会的,我不是要你偷东西和欺责东西 我要认你侵权 侵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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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 这件事我会咬住这件事 OK?这个是我们要清晰的主张 有证据,很多法律的论点已经说过了 也都是我们要清晰的主张 希望你明白 OK?这件事不是说,很多人说 你有本事就告他吧,告他才说吧 告他吧,告他吧 这些这样的说法 你不是鬼,就是蠢国家零一的 法律的 尋求法律协助是最后的手段 那你就用最后的手段了,不好意思 就算用最后的手段的话 我问你,哪个法庭过?香港?加拿大? 那这些是谁赚钱?律师最赚钱的,是吧? 努力时间费用风险,哪个什么? 还有 刘先生可不可以去香港呢? 要出庭认讯? 那这些缺席审判是否真是陈家赢硬呢? 那既然赢硬的话,为什么现在不立刻做这些所有的事呢? 因为这些出书侵权 侵权 这个地方 基本上是2017年 上书局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书 地点在那个地方 是吧? 那你说好,大家都是加拿大人 可以在这个加拿大那里 这个是受审 那看回加拿大法律怎么看 他有没有这个管轻权呢? 那这些事,说要控告那些人 有没有想过呢? 你有没有答案给大家呢? 如果你也没有答案给大家,就告了,那有什么意思呢? 这是其一 第二个说,这帮支持刘世良的人,应该叫刘世良 去告陈翘家人诽谤嘛 是不是? 告罗恩惠诽谤嘛 告我诽谤嘛 那come on,你不要说那么多了 你要告嘛,叫你那个偶像,叫你的专者来告 台湾,我在台湾做的,你去加拿大国我没用的 因为我的犯罪地,你说犯罪,所谓的犯罪地在哪个地方? 说,去台湾嘛,我是台湾律师,那台湾法庭呢,我都认识一点点的,跟几位,就是我很多的朋友都有几分交情,巴拿马总统都有几分交情,你说,come on,我看你过不过一天,我不需要请律师,我就是律师,你自己出律师费,不关我事啊,那你输了,我很有信心,我都希望这个新闻能够补出,come on,是吗? 我怎么诽谤你呢?基于客观的事实,做合理的评价,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了,stop these dirty words,你那种要法律解决的,那你没找到,叫你那个偶像,你捧那个人,你是粉丝,你捧那个偶像,那个专者来告我们这么多个人,你不叫他告,叫我们去告你,是不是? 对吗?即是等于,有人强奸了,A强奸了B,你说,你B,你有本事就告A,这样,这样,挺有趣的 那A就说,我没有强奸你的,你再吵的话,我告你诽谤,那应该叫A去告B诽谤嘛 所以我就说,现在今时今日去到一个不分是非的位置 所以我们今时今日,我的评论主要攻击什么呢? 第一,侵权 第二,刘世良的诚信 我今时今日,不会说只是侵权而已 我就说一次,侵权和刘世良抗永圈 和这个聂德堡的诚信 这些人的诚信很多东西,有个孔,有些疑问的位置 是涉及到盗窃或欺骗偏局的全貌 我都希望他能够解释 当然,那他当然是没有任何的责任 他被告一下,即是没有责任任何解释任何的东西 但,在民事上面侵权,已经成立 再说一次,不厌其法 第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事情 我尽量少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近几天,尤其近三五天 吹了一股岳风 这股岳风是什么呢? 就是想将香港的很多评论人分类 分两个Camp 一个Camp就是支持刘世良的 一个Camp就是反对刘世良的 OK? 接着呢,站在反对刘世良这边 就说,有三浦,有哪个人 站在支持刘世良那边 就有哪个,哪个,哪个,哪个 我就不说名了 大家知道了,不需要我说 那人数都... 即是,所有人数都... 即是,所有人数都都... 都有五六个的 支持刘世良 反对刘世良那些 刘世良那些很多 刘世良那些,两个Camp 接着会在叩咬了 然后呢,你说我什么,什么,我说你什么 什么,什么共产党在那笑 什么什么什么 OK? 有幾個跡象我會想跟大家講的就是,我不講一些具體的事證 我只是說,小心中共是兩邊都會壓住的 即是無論是支持劉細良,還是反對劉細良,都有共產黨的人 那他們很多時候,你看一下有沒有一些Bots 我自己發覺我留言裡面有些人,來下去都會留言 我奉勸大家對於這些Bots,什麼是Bots? Robots,即是那些所謂機器人 這些機器人,與其話機器人,根本上就是共產黨 整個他們宣傳機器的AI 他們支持劉細良的,有一堆幫他拖的 反對劉細良的,也有一堆幫他拖的 這些網民會炒作 第二,雙方面都有一些所謂的評論人 未必是合格的 我不講那些,不是講全部 有些人合格,我不要指名道姓 不是全部 那這些地方又在那裏,將東西不斷炒起來 搞到那些東西亂七八糟 而目的共產黨是有幾樣東西 第一,轉移焦點 就不要再追究劉細良的侵權責任 和他的誠信責任 那現在呢,在這幾天呢,個個在討論 你A這個人被B罵 C這個人被D罵 E來罵F,G來罵H 這些東西很多 這些手法以前用過 就不斷善罵不同的鬥爭 而我告訴大家 我不需要評論這些鬥爭 你說,那你要講清楚 哪個人有什麼問題 我等一下會講 一些句子 一些說法出來 希望跟大家少少讀 我不是無是無非的 我是有是有非的 但我不想在這個地方 中計就說 喂,今天我商鋪是罵哪個人 就是跟那個人不正確的 不是 不是說你支持劉細良 在這件事裡你犯錯 等於呢 你永遠是讓我打入十八層地獄 也不是因為你反對劉細良 所以我永遠跟你是同路人 我一張棉皮跟你一起掩 不群不擋 對視對人 OK 跟我在一起Stand with me的人 真是在道德上面 和很多的人格上面在一起 我們當然會歡迎 是嗎 如果反對劉細良的人 他們本身道德上有問題 我們當然不會和他們在一起 支持劉細良的人 是不是個個十惡不赦呢 不要說到這樣 無論能力啊 各方面的東西 不是個個都是壞的 但他們作出一些論述 去支持劉細良 拱召劉細良 其實我會覺得是相當 論據是薄弱的 我是不接受的 我講一些論據給大家聽 希望他們的講法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明白 我又不想大家對號入座 我只是孤隱其名 大家來講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涉及到 我們對於本案 侵權案的一些 博論 我才這樣講 第一個講法就是 現在劉細良 是受到不成比例的攻擊 所以我宣判劉細良夫婦無罪 因為他受到不成比例的攻擊 所以他宣判他無罪 這個沒有因果關係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不是宣判者 沒有必要做這個判斷 應該說 你的判斷 我善意理解你 你的意思不是說 你要充當法官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判斷就是 劉細良夫婦無罪 你認為劉細良夫婦無罪 他的證據是甚麼呢 他簽了本書 簽了本書 我不想再重複我的論述 這個無論是 你問任何一位律師 你可以問一下 加拿大律師 香港律師 各方面的東西 這些都不成為 implied consent 不會成為implied consent OK 我再說一次 你譬如說 你發電郵給我 說 商普 你商普 你還欠我十萬九千七 那我回到email給你寫 notate with thanks 的簽名在下面 是不是我答應 我給你十萬九千七 不是 你問任何一個律師 告訴你 notate with thanks 不是 不是 這個簽名 就大概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第二件事 我再說一次 就算 你百萬分之一的機會 成立 你是 真是有這個所謂的 同意 簽名等於同意 不好意思 之後 曾經2017年8月 兩次 當面 和電話 告訴劉細琳 我絕對反對你出版 意思等於撤回了這個同意 撤銷了這個同意 而口頭承諾是可以撤銷的 口頭無常的所謂的授權license verbal的這一種license 是可以撤銷的 這個撤銷是隨時就可以的 你印了幾多本 因為你沒有基於合約 沒有基於一份 書面的合約 你是revocable的license 來的 你問所有的律師 都要答這件事給你知道 今天沒有人去回應我這件事 不是代表我 是透明的 而是代表你們心虛的 這個已經完全破產了 這個跟中國文化 什麼小龍 或者是所謂的 英美的文化無關 是跟法律有關 我就說你 跟法律有關 OK 跟邏輯有關 跟常識有關 跟論述有關 跟誠實有關 跟誠實有關 跟清心直說有關 不要賣弄很多一些 駕駛行雲的東西跟我說 對準問題焦點去回答問題 那你說 我都不想再說這件事 你當然可以不說 沒有人要你 又迫你入評論的自由 OK 人人都可以不評論這件事 但是既然說過 他是無罪 你既然說過 他絕對沒有侵權這件事 而這件事未被撤回的話 那我就依然認為這件事 是你的意見的 除非你今天跟我說 不是的 他呢 就是有問題的 我是收回當日的說法 那我當然不會再咬下去不放 是不是 那這個是基本的原則 不要含糊 OK 用不得半分含糊 OK 這個不是 就是 究竟你本身為誰打工的問題 為誰辛苦為誰忙的問題 而你說的東西 要為你自己的東西去負責的問題 OK 這是第一 第二種說法 被人欺騙那些 其實應該自己反省一下 自己為何被欺騙 而不是怪責欺騙你那個人 這個真是很奇怪 這樣說法 你反甚麼共 是吧 共產黨 欺騙你 你應該反省一下 為何你要 怪責共產黨 是不是 真是很奇怪 這些想法就是 不堪一擊 第三種想法 劉勢良只是 程序上犯了錯 和他做人不圓滑 道歉就沒事了 那這種說法呢 都代表了 不止一個人的意見 甚至會有人提出一個和解論 和解論的意思就是說 握握手做個好朋友 擺杯和頭酒 求什麼其其 道個歉就算了 這叫鄉縣 鄉縣 德之賊 這個論語有講 甚麼叫鄉縣呢 鄉縣就是 只問親疏 只問和諧 不問是非 就希望 朋友與朋友之間 朋友與陌生人之間 和諧相處 不論是非 不論真假 不論對錯 不論善惡 不論美醜 即使你多假惡醜都好 只要道歉 擺和頭酒 沒事咯 打和咯 耶 這樣 真的用這個方式來看問題 反正你武功都有勞 做這件事是有錯的 那你以前 功不掩 功可抵過 下可掩餘 下不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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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可抵過 麻煩這些人 就是鬆手 不要再怪他 他很有功 這件事是誓錯 小情大戒 就算數咯 這種就是很多人的看法 甚至說 不要討論侵權 我不要回避這個問題 他不跟你說回避 他真的不說侵權這個問題 審三萬 十萬 三十萬 其實陳家都是想要錢 你當初如果給他這筆錢 就沒事咯 我先針對這句話說一說 你當初給三萬 三十萬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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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萬給他都好 就沒事咯 當初給他的前提是甚麼 這筆是一個授權金 授權金 明白 這筆是白金 授權金 甚麼授權金呢 是你先要有授權 我先給你這筆錢的授權金 問題就是 陳喬又始終沒有授權給 劉世良夫婦上書局沒有 那何來給這個授權金呢 如果你認為陳喬有授權給他的 那就奇怪了 即是你把劉世良那個版本 二十四分鐘的版本 或者七分鐘的版本 就是要承認他 他講 有口頭的所謂的 他用協議這個字 其實沒有協議 是一個單方面的授權 單方面的license 一個revocable license verbal license 這個當成一個秘笈 他講的 劉世良講的就是事實 其實沒有想過剛剛講的法律分析 就是這個不是他的鄉縣 這件事不要再為劉世良去打圓場了 OK 他不只是程序上犯錯 他根本未取得別人的授權 無法當然也無從證明陳喬授權給自己 因為沒有存在嘛 這個不是圓圓滑的問題 而是你根本上拿來搞的 是不是 是盜版書來的 然後你攤開 2016年的中橋出版寫的本書 還有2017年 就是06年中橋出版寫的本書 和2017年 上書的本書一看 哇九成半都一樣的 那這個怎麼解釋 怎麼解釋啊 這個不是程序上犯錯 不是做人圓不圓滑 懂不懂說話 懂不懂做人的問題 而是你盜版 難道你以為這樣也沒問題 是嗎 這個不是道國協重 你為甚麼事道歉 為兩人的道歉 我再說一次 為侵權道歉 就是盜版道歉 不是為盜竊或者欺騙騙案道歉 是為侵權的盜版道歉 第二 是為你老屈 喬 陳喬和他的家人 貪錢來道歉 我覺得這件事是基本 你對人的基本的尊重 對於公義基本的行評 我們要求的就是這麼基本 你一元都不用出 是對事實的澄清 對於上帝的信願望 否則真是落地獄的 我不是耶穌 我不是上帝 我沒辦法判你落地獄 但是我會覺得上帝的路就是這樣 願不願 你不是我的事 而是上帝的事 你自己看 你不要以為你是七七七 即是 天堂留了一個位給我 不可以這樣說 那就繼續 地獄留了更多位給你 天堂 我已經讓了給其他人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不要向遠 強求一些沒有意義的和解 信奉一些正反合 辯政法 無是無非 只講為字 只講憑黨 只講親疏 只講和諧 只講關係 這些事情是很惡劣的 我管你們這班人 是和劉勢良有多少利益瓜葛 和他有多少的關係 權力上面的 名聲上面的 利益上面有多少的 牽半 基半 我再所不問 我是完全沒有的 我是價學行為嗎 不是 我都落到個底 和大家 分析這件事 我就希望那些人 能夠真是搞清楚這件事 不要再犯這個錯 第四種就是這樣說法 如果這條電子唐人街 天天充滿著這麼多是非 你還願不願意留在這裏 就講到一個 所謂的 中華文化DNA的現象 就講到 大家互相去爭爭炒炒 各位 如果這單是純粹一單 非公共事件 純粹就是說 哎呀 你呢 就 騙我同堂 你呢 不要說同堂 你呢 就騙我 欺騙我感情 你呢 就是說 哎呀 聲野元 就是劈腿 這些都是假的了 今天很多 很多新聞都講 什麼新門結衣 就是 老公啊 聲野元 就是跟什麼劈腿 完全是假消息來的 OK 這些東西 各位 這些東西 覺得是跟私德有關 什麼叫私德有關呢 就是 你的老公老婆 原不原諒你的問題 還有你有沒有對不起 你的伴侶的問題 或者你有沒有欺騙人 感情的問題 這些我們完全不會干涉 也都不是我評論的地方 你看過 評論這麼多集 評論大家私德 這些什麼 不會 但今時今日牽涉到什麼呢 一位 傳媒界資深老傳輩 三十多年服務於香港的攝影記者 他是相當之深 很多的相片都是一個地方 臨腦 沒有了所有的照片 沒有了所有的hard copy soft copy hard copy我先不說 soft copy 而這件事的話 喂 人家只用是 劉細良 將他騙了去的 如果不是偷就是騙了 騙了去的 我先傳而不倫理 整本書是盜版的 這件事抓得很棒 你都不出聲 而劉細良是香港的 著名的評論人 那這件事有沒有公共性 整件事和法律 有沒有違法有關 不是合理合情的問題 是合法的問題 法律問題 OK 然後兩個都是知名人士 香港在這個輿論界 相當有名的人 不要說是陳翹 不要說劉細良幫你出本書 誰認識你 這些是完全荒謬 即是A男強姦了B女 接著爆發新聞 A男是很有名的 B女直直無名的 接著你就跟大家說 A不強姦你 B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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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 B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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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義未得到彰顯 真相已經擺在這裏 如豬肉在前 我相信未來也會有更多品格證人出現 請問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劉世良還在這裏 風雨不動安如山 笑面迎人地 殺熟狗頭地做節目 我想請問大家 他是安在什麼心 而那些繼續支持他的人 又安在什麼心呢 你可以繼續聽劉世良 你可以繼續訂閱他 這是你們的商業的決定 但如果你心裏覺得 劉世良做的人是對的 我們這些人講的東西是多餘的 那我覺得 反共的意義在哪裏呢 反共的意義在哪裏呢 第一所本有的地方 就是我們本身的善良 我們本身的正直 我們本身的誠信 我們本身對於真是美的追求 對抗共產黨的假惡醜 當今天我們寬容 我們裏面的人的假惡醜 你根本沒有資格 說你只是反共 因為你反共 是和你現在中容劉軍的假惡醜 智商矛盾 無恥無良劉世良 你中容他 等於和中容共產黨一樣 你反共 但是你中容劉世良 你自己本身 邏輯矛盾 常識混亂 頭腦完全愚昧不堪的 你自己想一想 我說這件事是不是講錯了你 你可以問任何一個人 我沒有講錯這班人 如果你的結打不開 我就想到遲 這個結要盡快打開 否則會形成很嚴重的後果 因為這個結打不開 你一直這樣困著那邊的話 你會成為專者旁邊的信徒 這尸型號大學 非常害怕的地方 OK 這個剛剛講的第四個 電子唐人街 這個不是電子唐人街 這個是一個 公開的討論場合 跟著有人說 第五個 陳喬監守自道 劉世良应该报警 陈桥家族是贪得无厌的捧持党 就是老树 所以我应该focus在一种东西 就是对陈桥案侵权案的问题的认识 我不知道这个人听了这么多方面的 因为一开始他这样讲 我不可以说他一直都这样认为 如果他认为他的意见都改变了 那也希望公开这样跟大家 讲他的改变 也都为他自己作出的错误和判断道歉 对不对 我对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我不讲人名 但其实上网都可以找到谁打谁 我希望他们能够为他们自己讲错的东西道歉 到今天为止没有个人为自己讲错的东西道歉 我觉得很可怕 因为觉得道歉 就代表你丧失名利相收的本钱 你知不知道道歉是多难的 要很后面皮吗 不是 是要很大的架局和心胸 但今天没有 顶多就是说 哎呀不要说了 哎呀和事佬了 哎呀算了 再讲讲共产党的了 哪个再对付刘世良的 那个就是共产党来的了 那我都不会说 哪个咬我桑普的人 你们全部都是共产党 我都不会这样跟你讲了 对不对 哪个咬刘世良 那个就是共产党了 荒谬 好了 我希望这些什么 刘世良应该报警 陈翘监守自道 我不认同 陈翘家族是贪得无应的碰瓷党 我绝对不认同 你这样老人 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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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为 同意你那句话是什么呢 刘世良应该报警 是的 报警 你那些粉丝 快手叫陈翘 我数一天 两天 整个月都未报警 你可以报警捉我 桑普 报警去捉陈翘家族人 拉罗恩惠 还有很多其他人 拘捕他们 还有很多支持 我不说名字了 支持我们意见的 就是说反对 这个 这个 刘世良的人 刘世良应该对他们报警 诽谤 你说的 诽谤 保留法律行动权利 你说的 应该他们这些人 请刘世良快快去报警 唯恐天下不乱这些人 第六个人 正当现在发生的AI 川普大战这些大新闻 香港人就走去关注刘世良 各位 川普 拜登大选 我有讲的 广东话有讲 国语节目有讲的 AI问题 国语节目有讲 广东话节目都讲过的 我很多人讲过 喂 喂 台湾节目 明天我和阿杰斯 六一两节都讲台湾的 完全不讲刘世良的 OK 继续关注这些事 喂 Matthew Trickett 这个 涉嫌被杀案件 公园被杀案件 我昨天才拍了一段片 我怎么会不关心那些东西呢 我不会at the expense of commenting on other news 我仍然会comment在其他news上 但依然会讲刘世良 为什么 未道歉 我们要的不是和解 我们要的是道歉 我们对上那两点道歉 OK 向元 跟着搞一堆大龙凤 搞一些疑似心不甘情不怨的道歉 觉得不应该在某个平台上做一些这样的comment出来 各位 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从来都不认没有收回过这些说话 没有承认过说这些说话是错 他只是认为不应该公开这样讲这些说话 这些说法 这些想法 是公开与不公开讲 不重要的 你不公开这样 被人留到一个足跡 尤其在你其他一些 私密的一些 就是一些媒体 是private的 close的 是那几个人知道的 孙大炮讲过这些说话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真实地在那个群组里表达过你的思想 给某军 我都不认识哪个人 将他传出去 截图传出去 那你和他之间的信任关系是这件事 在外面的人 只要这件事是真实的 是真实 你又这样讲过的 这个已经成为了 由秘密变成非秘密 你要去针对个人 就是涉密者 如果你们有保密协议的话 或者保密承诺的话 你们有书面探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更加没有这件事可言 是道德问题了 就没有法律问题了 涉密者涉出去 遗远转给了不知多少手 给一个人公布出来的话 那不好意思 那个人不是涉密 他拿到一个 你们在私人群组里面 真实讨论的记录 在法庭里面 这些admissible evidence 如果你是说 exclusionary rule 证据排除法则 即是说 违法搜集得到的证据 把持证据的话 基本上 我认为 全世界 除了美国 有所谓的 绝对排除的可能性之外 其他国家 都是财量排除的 或者在香港也好 加拿大也好 英国也好 就算你違法取得的证据 通常是由这个法庭 或者由法官去决定 是不是排除这些证据 通常在财量之下 是不会排除的 这个证据之后是真实的 OK 我取得证据的地方 其实我剪转 已经拿到别人 洩露出来的 原本的秘密 已经变成公开的事实 公开的证据 这个可以爆的 所以这个没有道德问题的 OK 千万 读法律要清楚 世上 不要只是读历史 文学 在这附庸封雅一番 读一下法律 是很重要的 法律 你知识没有的话 你comment这些很麻烦的 我拿到别人的证据 那个证据 人家A与B 在私人群组里面的东西 我用这件事作为证据 来说 A来说过某些东西 我说这番说话 没有道德问题 没有法律问题的 我不是偷回来的 这件事事实上 你这样说过 这个客观事实 怪的 你要怪哪个人 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约定了 不可以传出去 或者有个针 在你的群组里面 将这些东西 夹出去 你怪那个人 告那个人 掠那个人 是吧 不要怪其他人 这个是基本元素 那你说 这件事是否等于 我要否定 所有刚刚说的 这六种不同的意见 背后的人 的人格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有好人格 我没有这么说过 我说no comment 在这个public的forum里面 我不是说 要撑哪个 你们这么心灵 这么虚 空虚要我撑你 是不是 我不是不撑你 或者撑你 我不comment 我只是刚刚 就那六种意见 那个logical flow 跟大家讲 邏輯的谋误 跟大家讲 如果他们撤回这些说法 改完更章 重新洗心革面 我当然觉得很欢喜 那我就放牆 相眼看看 这些人 会不会真是呢 为他们做过的事情 道歉 你知道整件事 七国那么乱 搞到八支币那么重 就不断有人声称自己是被害者 但是没有人肯去道歉 没有人肯为自己犯过的错 讲过的错误判断去道歉 当我们做所有节目 我们做这些所有节目 都好像talk show 那样 就是等于我们觉得 讲完之后不需要负责的 It's a show 是卖艺的 江湖卖艺 我一天讲一件事不同的 今天是支持拜登 明天支持川普 今天支持这个左派 明天支持右派 明天支持中国 明天支持美国 觉得呢 这样拼来拼去 拼来拼去的话 就是一个 你善用自己的口才 口识便给 就可以吸引到 很多的徒子徒孙 成为专者 接着卖这些卖路 带货 接着有很多东西 我先不要说那些了 每个人有自己做生意的方式 有自己耳闻耳母的方式 你难道我逐个逐个要抽情吗 台湾一大堆 是不是 我这个节目里 不是和全世界八国宣战 我只是说 我这些东西 我先不来 但是你做评论节目 就是讲真话 行公义好年文 全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合 这个是我的铁质 你讲假话 我理得你什么的藉口 都是科目 有很多我心底话 没办法在这个节目和大家讲 目的是什么 我讲得太多 共产党都要断来答 我希望做到的地方就是说 每位人士 做错事 讲错说话 道歉 改正 消除影响 很基本 如果今时今日大家做不到这件事 那你说的反共 是什么呢 丁蟹就是这样 丁有康就是这样 共产党 毛泽东就是这样 邓小平对六四就是这样 江泽民 胡锦涛 党徒习近平全部都是这样 他们只是坐在一个更有权的位 大奸大恶 你今天未当权 和他本身的精神上都同质同构的话 你凭什么 去做民主派 反共的一个评论人 那你说 是 找饭吃 那我算你老实 是吧 那你不是说清楚 我找饭吃 我有个其他本事 我中冠古今中外 怎样都可以 天南地北 人民历史知识 这个 积电甚风 没有问题 没有人会挑战这件事 我说的是诚信 没有人说你的能力 是说你的诚信 以及你面对自己 说错话的时候的态度 是躲起来 强辩 固左右而言他 盗策被害人一刀 还是怎样 我看到很多是这样的现象 这件事是要不得的 我不开名说 亦都不希望 大家去到他们的地方 灌爆他们 对他们很不客气的 说一大堆东西 在下面 我都鼓励大家 不要尽量不开名说他们 你们当然可以留言 鼓励你们留言 但是 没有必要说他们 我只是说 是非有判 是不是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 和言论负责 犯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不可以怪话 我这篇东西 是给一两个人看的 我基本上 不是准备给其他人知道的 不是的 我再说一次 犯走过必留下痕迹 这是我以为是这样去看一件事 你认为这个舆论界 你做公众人物 你以为不是的话 基本上是很好笑 是不是 很多人 刚刚我说这群人 绝大部分 都比我年纪大的 对不对 他们食盐 不知道多不多 我食米 我年纪都 不会太小 所以又说 他们都 人生经历很丰富 但是我想 做人 我今天说的 不是你经历多丰富 学识有多少 我承认我口才不好 我承认我口才不好 但我只是希望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样我们 出了来的很多香港人 都不肯去谦虚面对自己的错 如果自己都不能去谦虚面对自己的错 我们凭什么 叫李家超 林郑月娥 之流 去承认错 我们凭什么 去反共呢 当我们无耻 无量 我们凭什么 去说一些 天南地北学术的东西 或者推动一些 所谓 香港人加油 光复香港 或者希望 我们民主自由 法治人权 憲政 反共 这些什么呢 凭什么呢 你凭刀枪劍击 凭你三寸不难知识 由法国大革命 说到Giddens呢 你说完之后 今天代表你使得其他人更加认识多些 法国大革命去到Giddens吗 或者说 你今天 你说的东西 是要为自己 的 很多样的品质 要负上责任 我希望大家明白 我希望大家明白 是吧 机会是被人打架的 我不会说 一旁打死了 刚刚说的人 包括刘世良 郭明轩 和这个 这个聂德堡在内 上帝都给你 我桑布旁什么不给你 我不是上帝 但我只是说 我感觉到 人在做 神在看 我们要的人生的事 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名誉 我要的事 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信誉 那你说 你不要赢什么上身 我不是赢什么上身 而我说的这句话很关键 我们要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名誉 而是人与神之间的信誉 你不需要在我的地方 得到臭名 或恶名 或者美名 这个其实不重要的 重要的就是说 以前呢 你们老一辈的那班 你们再老一辈的那班人 说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得着天地良心 在我的信念里面 就对不对得着上帝 那样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你以为我理不得它 唯不论 我理不得天地良心 只要呢 有得吃 有得利 继续有点击 继续可以大货 继续可以这个 讲这些垃圾的东西 就是二文二文一番 可以的了 有钱 才是王 那你继续走你的 阳关道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去再说服你 我都懒得去说服你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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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些东西 唉 我觉得说这些东西 大家都说很不服气 哇 那些东西 我就说 真正的 内省 忏悔 行公义 行讲真话 和好年文 才真正是抗共的零丹妙弱 共产党是花很多的东西 希望我们转移 离开这些东西 离开这些东西的焦点 去其他地方 去其他地方 但我希望大家 将自己的精神 集中在两个大致 不是西梁 侵权 这宗案件就是侵权 追下去 问下去 要他答出一个 正式的解答给我们 应不应 做不做我刚才那三个要求 我都在这个地方 肯问 刘世良 郭永轩和职德堡 你们是否出来 将这些 讲清楚你们的立场是什么 你说这件事 是不是他们想不了了之 奸人就是这样 如果他真的不了了之 我们已经善恶有盘 放在心里面 大家知道 而整个娱论你看看 客观上你看看 已经很清晰 就算近这几天 共产党在两方面 找一些不同的机器人 甚至那些KOL的本身 在发作 某一些不是全部 我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 这件事 记住 我们就 避免这些所谓的 口舌之争 我们要的是一个 公义的彰显 这个就是我所有的看法 所以今天先说到这里 明天 精彩了 明天精彩的地方是什么呢 524 我也不知道明天做不做 好事目给大家 但是我会和 一位我第一次和他拍档做节目 当然是广东话节目 以前这位仁兄 就经常和杰斯拍档做节目 孤隐其名 希望在他的频道上 我和他谈谈一些台湾的东西 希望明天有机会露得到 而同时候也都会现身在524的现场 和晚上都有个晚宴 也有其他的事要做 所以明天我觉得 比较忙一些 希望在现场拍到一些片给大家 但是当有几万人聚集在同一地方 上片的速度肯定会慢 心用block了 希望明天 我估计明天都不会冲 后来我慢慢验证 冲的机会 未必比我原先想像 就是过半机会那么大 但是 下个星期二是关键 所以就一路看下去 台湾这件事有什么变化 这件事变化是我们要严阵以待 整件事一点都不简单 那关于在台湾这件事的内浪去墨 可以参考我最近在上部的文章 就是关于 一个叫做藐视国会罪等于藐视南白罪 和这一宗台湾第二次太阳花运动的发展方向 那这些都是在上部里面 上去上下的上 就是善普的上部 就可以找到那些文章出来了 那我想慢慢我会有空 我会写下文章 也希望大家多点支持我这个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和令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本日 我的Patreon收入 会全额给这个 台湾共协会 未来也有六四六九的活动 希望大家鼎力支持 希望大家 也都 无论大家是不是 就是 对我有所资助也好 我这个节目目的 希望communicate一种 真善美的精神给大家 面对这些东西 我希望大家 focus 聚焦 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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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被那些东西 sidtrack 我们可以评论那些东西 可以形成对那些人 另眼相看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从反面到正面 或从正面对反面 不要紧 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 你听我这么多的东西都知道 这些地方 我们会给这些人 这些人 如果真是能够改变的 我们对事不对人 我们不是要哪个地方 要把他打到18层地獄 他们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我希望这个 他们能够做得到 这件事才是我最着重的一点 OK 好 这一节很长了 我们下一次再跟其他议题